是要用手的 刀子押出来留下就有了 这个派人他慢慢就手传向 手传在看地上 穿在他的身份 因为押刀子 押去比证 他穿着穿在里面 要押比证 手伸伸在里面 但是在这个时候 当着一个大颗甘子 当着突然间出现 让他心神不灵的逃犯面前 这个导伐他感觉有什么意外 他本来带着这个导伯的手 全扮过 原来 这个水高大的老板 已经注意这人很久了 就在想说 他可能想要吃甘子 落在地帮子 所以说他带着给他 你吃你吃 不免钱 你看看 善解人意的人 这个导伐本来丁度一万年 买来给甘子带出来 好就带着开始吃开始吃 不说洗洗不说滤 不说 多少人就离开了 第三天 这个派的人 又来跟这个水高大的 这次没等他开门 这个生理人 水高大的老板 就拿几个甘子 要吃好吃 很累的拿一吃 够拿两三个给他吃 跟另外一样 这个派的人 吃甘子后就匆匆离开 那么暗时 这个水高大要收拾 准备买回去的时候 发现水高大 的旁边 有放了一份 不知道是人家 不记得早早的报纸 做一份报纸在那裡 他打开给他看 很容易 是怎样 原来 用很大片的报纸 上面通气令 悬赏三万块 提供算数的人 要抓这个人 你如果提供算数三万块 那么肯定这个豆花的相片 就跟他的提供 那样一模一模一模 所以这个理智 最要战胜的联名 联名外面又可怜了 对不对 对啊 理智是三万块 这个生理台的老闆 就卡定位 给警察 警察练杀 几十天埋伏在水戈台的旁边 三天之后 这个派的人 高原他又出现了 那么这百年 他的打扮 和这个相片上面 是一模一样的 他也不过 他哪像有感觉到什么 那样很大的人 在路上 他有点感觉 他才有警察 对不对 就那种感觉 他就去 他的师傅 他有察觉到什么 他很坚定 他就很坚定 在看这个生理台的老闆 水戈台的老闆 他一气一动 他都没有站进去 警察的包围范围里面 这个生理水戈台的老闆 和警察的心 提了赏之言 所以因此 今天来来的 来来哄哄人很多 一旦这个派的人 发觉警察的存在 他也很快 他也很快 就会很快消失在 茫茫人海当中 而且他心想 可能有毒 他不常常 可以夹一个人 夹持一个人质 那效果不堪摄胸 对不对 如果他要把他包钞 你把他抓不好 把他碰到的 越吃辣 越怕再造成一个上海 这样 所以终于 他终于战力很久 这些逃犯有了行动 但是出人意料是什么 他慢慢慢慢 向他心想 这支逼杖 抓了之后 等头下 这时候想起来 抓一抓起来 这个警察 整个人摸过来 不费摧毁指令 就把这个派的人押押了 这个靠上 这个手靠后 这个派的人 他突然说 请我等一下 让我跟水高担 的头戚说一下 有的 在那些警察 都把他们 手靠都靠去 对不对 这个派的人 来到这个精魂 未定 这个水高担 的头戚面上 很小声 每说一句 那份布权 是我条例放在那裡 然后 然后说一句 他就带着满足的微笑 上了警车 那份布权是他头里放的 他要打赏他 拿水高担 这样 这个水高担 头戚 连忙仔细 去查阅布权 再发现反面 反面 这个布权摸过来 赫然 写着几行小字 他没看到 他是母亲说 那个布权是我放的 他摸过来看 他说 我已经厌倦了 东朵西藏 这个流亡的生爱 感谢你的感觉 当当我选择 要如何继续我自己生命 我在中度 想要死 不是当时要死 那时 是你善良 感动到我 所以举报的酬劳三万块 就算我对你的报答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他发生在中国 北方的一个小小厂头 这个时间在2006年的3月23号 那个布权是他放的 他本来就想要改革他的生命 但他很想要死 想要吃一个东西 就像我今天有一个布权 也是有一个去吃 他要把一个人本 他要把一个人本钱 本钱 本钱吃 他不是本钱 他想要自己本钱吃 他说 你自己可以做的东西 给我吃 但是那个人 那个人是个名人 他跟他说 很抱歉 他做的辛苦 他说老兄 要叫老兄 老兄很抱歉 我的辛苦 没东西 找没东西 带我给你吃 我很抱歉 后来那些乞丐 像手 热泪盈眶 跟这个人 手 跟他说 谢谢你 谢谢你 这是一个名人 我的主导 因为电脑都没通 我就打开 因为他是一个名人 他说 我没有做什么事 你是在跟他谢谢什么 其实我是一个想要死 但是我想要死人吃这个东西 但是你给我温暖 你把我叫老兄 你把我叫兄弟 我在这世间中间 竟然有一个温暖 有人称我为兄弟 所以很感谢你 我不好意思 真的 他就是这样 就像这些人一样 他本来就是 他要去责任 但是你给我温暖 你感觉 让我吃 让我去感受到温暖 是你的善良 感动了我 所以我看保主在说 你如果去减计有三万块 就算我会报答 就是要说 这是不是真实 这是真的一个事情 所以我们说 人为善 福虽未至 或以远离 人为恶 或虽然未至 但福以远离 对不对 这个最高的头战 面对的衣衫男女 这个乞性的人 不但没脱液 没干 走走走走走走 松下资助 你们记不 平安苏妮 平安苏妮 松下资助 我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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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本来是在胖店 对不对 松下资助 是孩子的孙子 他们阿公 就是一个乞性来摆堆 他们在里面 还要跟他走 阿公说 阿公看到 阿公他很健康 用香手给他胖 拿给他 他收钱 松下资助 说阿公 既然 他是乞性 你要跟他摆堆 你要收钱 他今天不是乞性的生活 来买东西 我今天没收钱 变我 我照顾他 他说 我们一般人 买到我们家买胖 生活都有钱 但对一个乞性来说 不简单 他要给他 很多地方 找钱 来买我们一块胖 松下资助 平安苏妮 那个故事 我也没说过 所以你看 他看 他也没陷阱 没陷阱 而且 而且还送他赶紧 还给他施神 这个怜悯之心 不但叫他自己一条命 也感化了对方 有段时间 有个假导书客 行善 不是为了对方 是为了自己 就为自己 无形当中 只福 只得 对不对 小灾渐渐渐 但有个人说 有个人应该说 跟一个人忘记 手牌的时候 是很气 有段时间 你还放下 也放过你自己 我不是原谅你 我是放过我自己 我们听歌 听这首歌 是阿基拉所唱的歌 《龙主的参会》